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觉得是遗憾 当他看到水中芙蓉生得茂盛艳丽 决定在花钱成绩 怎么祭奠才能别开生念呢 古人说的好 祭献之物原不再贵贱 就是在坑里 车车里的积水 野生的浮瓶小草 也可以奉献给王公 献祭给鬼神 关键在于胸怀诚意 那既闻累辞也要另出己见 不落前人俗套 想到这儿 宝玉匆匆回到屋里 坐在灯下 看看自己的衣服 这都是秦文一针一线做的 贱物思人 想起他的为人 他的燕容笑貌 还有他的身世和遭遇 往事历历在目 渐渐涌心 低头沉思 立刻胸有成竹 又找了一大块 秦文素日喜爱的 洁白如冰的 薄沙 那个年头 叫冰蛟湖 用正楷端端正正写在上面 名誉 芙蓉女儿垒 也是前婿后歌 又背了四样 秦文平常喜爱之物 这才还带着刚才那个小丫头 一同又来到园子里 在那 惨惨月光之下 把这几样东西摆在芙蓉花前 先行礼 再把写好的那 垒文挂在芙蓉树上 眼中流泪 深情地念了起来 为太平不义之缘 荣贵静芳之月 无可奈何之日 宜鸿院卓韵 仅以群花之蕊 冰娇之壶 沁芳之权 丰禄之名 四者随微 辽以达成身心 乃至寄予白帝宫中 福斯秋燕芙蓉儿女之前 这篇芙蓉女儿垒 行文流畅 情真一切 您可以翻书细细品尝 玩味 在这里啊 就不念全文了 大概意思是 回自己与情文 朝夕共处五年八个月的时光里 对情文的印象 美好 文静 快人快语 说冰雪不足欲其节 花月不足欲其色 姐妹和老婆们都怀念她 然而高节遭屋 受人陷害 真是红霄杖里 公子深情 黄土隆中 女儿命薄 但是悲剧已经发生了 只好祈求她在天之灵 大展七彩 做一个好花神 保佑人世的春花吧 念完之后 把那薄纱烧了 把那杯香茶 撒在地上 还是依不舍眼泪汪汪 小丫鬟再三再次的催 她这才回转身要走 正在这时 忽然听山市之后 有人喊了一声 请留步 深更半夜的这一嗓子 可把小丫鬟吓坏了 有鬼 清文来显魂了 保佑也吓了一跳 急忙回头 在芙蓉影中 走出一个女子 可不是在水里的芙蓉花中啊 再仔细看看 哦 不是别人 却是林黛玉 只见她边走边说 好新奇的一篇积文啊 比我那藏花词 还动情 保佑听了 不好意思说 我想 世上的积文 都是老套子 想改个心样 不过是一时所想 谁知又被你听见了 你听我什么不妥之处 帮我改改 盖宇说 原稿在哪 要细细一读 终见两句 我的记住了 什么红霄杖礼 公子多情 黄土龙中 女儿薄命 这一脸 意思挺好 这是用笔心手法 比喻你们主仆 兄妹亲密之情 与其借欲 不如写实了 你放到县城不用 人家早都用烂的 红霄杖 不俗气啊 宝玉盲说 什么县城的 嗨 咱们的窗户 都是红色的 狭影纱糊的 何不就说 沁纱窗下 公子多情呢 宝玉听了脸说 太好了 好极了 改得好 只是这红纱窗 本是规格绣房的东西 我虽然从小 和姐妹们在一起 屋子也是这种窗纱 可是写在文章中 一个灼臭的男子 在红纱窗下 真不敢当 不好意思 黛玉笑着说 这有何妨 就算是建了我的窗吧 其实我的窗 就是你的窗 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 说到这儿 黛玉就觉得脸发烧 急忙岔开 哦 才跟二舅妈打发人找你 叫你明天到大舅妈家 说迎冲二姐 已许了人家 明天有人来拜亲 所以叫你过去 宝玉当时就不高兴了 何必这么急 我身体不好 我不去 嗨 你又说傻话 我劝你的脾气 也得改一改 不要老扭着家里 说到这儿 黛玉又咳嗽起来 宝玉说 光顾说话了 这里风大 太凉 我送你回去吧 哎 不用 太晚了 多有不便 我自己回去 你也不要在这儿 久留 免得着了凉 还有 晴文之死 死得蹊跷 好端端的女孩 说走就走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难过 可是人死 不能复生 你也不要过度悲哀 记住她的 阴容笑貌 就行了 说完 黛玉走了 宝玉望着黛玉 瘦弱的娇躯 人丹影孤 又可怜又不放心 叫小丫头 你去送送林妹妹 哎 小丫头也走 黛玉方才一番话 说的宝玉心里 敞亮多了 还是林妹妹是我知音啊 她说的对 宝玉转身回到医红院 习人正等着她 伺候她喝水洗漱 并说明天早上 你到北院去 假设把女儿迎春许给孙家 前往我说过 为了欠人家五千两银子 强行作亲 宝玉还没见过新姑爷儿 孙少祖 第二天过去应付新亲 谁让自己是小舅子呢 娶亲的日子挺急 不等到年底就要过门 还要四个丫头陪嫁过去 宝玉又跺脚又叹气啊 从今后这世上 又少了五个清洁的人了 孙少祖认亲之后 正式订亲 只等来去 从此宝玉就天天到紫陵州 就是迎春以前住的地方来转悠 东瞧西看 最近楼 宣窗寂寞 屏障小然 人去镂空 很凄凉 这里 只有看房子的婆子 再看那岸上的 鸟花尾叶 池塘里杏菜灵液 也都翘首以待 想盼望故人回来 都没了往日争其斗艳的色彩 这一天宝玉又到这 看到凄惨景色 一时情不自禁 就信口言出一首歌词 池塘一夜秋风冷 吹散集合红玉影 鸟花灵液 不胜愁 众鹿凡霜 鸭仙梗 不闻永咒 敲其声 眼你点点 乌其平 故人惜别 连朋友 况我尽当 受足情 宝玉猜音唱完 忽然背后有人说 哟 你又发什么呆呀 宝玉回头一看 原来是香灵 香灵是薛盘的小妾 宝玉说 我的姐姐 你今儿个怎么有功夫 上这儿来了 这么多日子 也不进来逛逛 香灵笑嘻嘻地说 偶尔也来过 只是你没见着 可也是 如今你哥哥回来了 没有那城子 自由自在的了 才敢我们太太派人 来找你凤姐姐 没找着 说往园子里来了 我到这儿 正碰见她的丫头 说是凤姐姐 在稻乡村呢 我这是往稻乡村去 谁知在这儿 又遇见你了 我问你 怎么把个 晴文姐姐没了 到底什么病啊 二姑娘搬出去的也好快 你瞧瞧 这个地方空荡荡的 香灵这么一问 特别是清文的事 宝玉不知如何回答好 只说你到医工院坐坐 喝点茶 这会儿不行 等我找着梁二奶奶说完了正事再去 什么正事 这么要紧 这么忙 嗨 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 当然要紧了 那都是正事 她抄攘半年了 今天说张家的好 明天又说李家的好 后来又议论王家 到底哪一家的 这回可定下了 不用拉扯别家了 定的谁家姑娘 你哥哥上次出门办货回来 先去看一个亲戚 这是门老亲 又和我们家同在户部挂名行商 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说起来 你们府也都知道 整个京城上着王口 下着买卖人 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 宝玉笑着问 为什么叫桂花夏家呢 人家姓夏 别提多富贵了 那站着的房 躺着地自不说 西南郊外 有几十请地 独种桂花 都中城里城外的桂花局啊 都是人家开的 连宫里陈设的盆景 也是他家供奉 所以才得了这个绰号 如今太爷没了 只有一个老奶奶 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日子 也没有哥哥兄弟 可惜啊 这一门竟绝了后 宝玉说 也甭管他绝后不绝后 只问这姑娘好不好 你们大爷怎么就忠意了呢 一是天生的缘分 二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他们两个又一块玩过 虚气青睐 还叫一声表妹 又没什么避讳的 那天 一到他家 下奶奶见你哥哥出息的这样 哎呦 又是哭又是笑 简直比见了儿子还强 干嘛又让他们兄妹相见 这个姑娘 长得也跟花朵似的 在家里也读书写字 你哥哥当时就愿意相忠了 人家也不让他走 留住了好几天 你哥哥回家 就求你姨妈去说亲 我们太太原来也见过这姑娘 而且门当户对 就和你母亲和凤姑娘商量 打发人 一说就成了 放了定理就定下来 养娶的日子太急 所以我们忙得很弄 我也是巴不得的 他早些过来 好又添一个跟我一块做事的人 香灵说得挺高兴 谁知宝玉却冷笑一声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不舒服 我哥哥娶尽这个夏姑娘 不知怎么 倒替你担起心来了 香灵一听可不高兴 把脸往下一沉 诶 你这是什么花呀 咱们一向是互敬互重的 今儿个怎么这么讲 我称什么人了 醋坛子 醋棺子 亏你怎么想来着 怪不得的人都说 你是个千进不得的怪人呢 说完转身就走了 香灵这个人太天真了 别看遭受过不幸的经历 到了薛府 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还想心腹人能同她和睦相处 甚至同她一块做事呢 可是宝玉早就看透薛大傻子 知道她喜心厌旧 有胆量没范力 要不宝玉紧着问 这姑娘好不好呢 那就是说 这新嫂子若人品好还行 要遇着一个母老虎 那就坏了 就够你这苦命的香灵一寿的 此一提下家如此巨富 女孩又养得这么娇 这是千情地一枝花 过了门还能有香灵的好 宝玉这才说出替她担心的话 宝玉见香灵不理解自己 呆呆地站了半天 思前想后 又不知不觉 落下眼泪 没精打采地回到家里 她这一夜也没睡踏实 睡梦之中 不是呼唤情闻 就是梦见鬼怪吓人的事 第二天懒得吃饭 茶喝得也不香 浑身发烧 这都因为超检大官员 撵走了思琪 走了迎春 哭情闻等一连串 羞辱惊恐悲淒造成的 外加上外感风寒 一下子病得卧床不起 贾母听说 天天亲自看事 王夫人也觉得 不应该过于责难宝玉 不就为情闻那点事吗 心里有点后悔 脸上却不露声色 叫习人好生扶持 一天两次 让大夫给看病 就这样一个月后 宝玉病才渐渐好点 贾母嘱咐她好生江阳 过一百天 采取冻灰箱 采取出门行走 才过了四五十天 就把个宝玉憋得火星乱崩 她哪受得了啊 一些想出去 叫人去回 贾母王夫人都不答应 只好忍着 宝玉还听说 那位夏小姐十分俊俏 略通文末 想过去看一看 王夫人也不让 又过了些日子 听说迎春出了阁 宝玉想 当初众姐妹在一起 耳鬓思摸 从此一别 就是再相逢 也不如先前那么亲密了 眼前又不能亲自去看望 真是急不得脑不得 好在这城子 没人逼她看书 爱怎么玩再怎么玩 就是不让出门 这百天呢 宝玉跟几个丫鬟 就在义红院里 打闹嬉笑 差点把房盖闹翻了 她这边玩得挺乐呀 可香灵那边 可受了气了 自从那天香灵拿话 抢败了宝玉几句之后 自己还认为是宝玉 冒犯了她 说什么 怪不得林姑娘 常跟她口角 气得直哭 原来她说话 不知轻重 没人没钱 因此竟连大官员 也不轻易进来了 每天在家里忙乱着 就盼着薛盘 娶了亲 自己有护身符 身上担子卸了肩 比现在安宁多了 又听说夏小姐 是个有才有貌 知书达理之人 到这来跟自己做个伴 她心里盼着迎亲 比薛盘还急呢 这一天 把新娘子盼过了门 她殷勤小心地服侍起来 这位夏小姐 年方十七岁 生得也颇有姿色 虽不是每次天仙吧 也是一朵花似的 还真认得不少字 要论胸中的城府和精明的算计 紧不奉紧的后尘 又因为从小没了父亲 又无同胞兄弟 寡妇母亲守这么宝贝 闺女百般溺爱 如同掌上明珠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严父无女儿 慈母有败子 交官过了 这孩子就酿成一个江阳大道的性情 爱自己 尊如菩萨 看别人如粪土一般 表面上是花柳之姿 骨子里却有风雷之性 在娘家时候 就和丫鬟们使性斗气 轻则骂重则打 这一出了阁 老想要做当家大奶奶 没了做女儿似的 腼腆温柔 他想当大奶奶 就得拿出这大奶奶的威风来 才能压住别人 他进门一看 这薛盘呢 是个举止交横的人 要不把他拿下马 今后我这杆棋 就立不起来 再说 又有相邻这么一个财貌双全的爱妾 在老公身边 更是添上了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促心促意 这夏金贵啊 他们家乡桂花多 他小名就叫金贵 他在娘家时候 就不许人带出金 不许带出桂 这两字一块带出去 就更不允许了 要避许 凡有不留心说秃鲁嘴的 他必是重打一顿 索性啊 他给自己改了名 叫嫦娥花 也碍失自己 像嫦娥一样的身份 这修盘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家伙 刚娶的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 凡事都让得三分 所以夏金贵便试着不来 一步仅思一步 头一个月 俩还算平等相处 两个月后 薛盘渐渐矮下去了 有一天 薛盘久后 不知道又要做什么事 跟金贵说 金贵不答应 薛盘赌气 自己走了 这金贵便嚎啕大哭 只哭得神秘颠倒 索性 装起病来 请大夫诊治 大夫说是 气血相腻 当尽宽胸 顺气之际 薛姨妈 不知道怎么事啊 还以为是薛盘的错呢 大骂一顿呢 如今你娶了亲 眼看抱儿子了 还这么胡闹啊 人家好容易 养了个凤凰式的女儿 比花还金贵 看你是个人物 才给你做老婆 你不说收心 安分守己 还这么胡闹 过来点黄汤 折磨人家 薛姨妈这顿数落 说得薛盘也后悔起来 过来安慰金贵 赔礼道歉 金贵一看 婆婆给做主 越发得意 端起架子 不理薛盘 薛盘自己埋门自己啊 好不容易过了半个多月 才哄得金贵 回心转意 从此他处处加小心 不免这气概 又矮了半截 那夏金贵一看 丈夫服软了 婆婆又好说话 就又一步一步 试着行事 该出手时就出手 先制服薛盘 又向薛姨妈薛宝钗下手 那宝钗什么人呢 能受他这一套吗 他早就看出他不轨之心 就留了心眼 随即应变 有时话里话外 敲着他 压他的威风 夏金贵只好 让他几分 动不了薛宝钗 他就想到香灵了 故意找茬 那天问香灵 你的家乡父母在哪 香灵说 我记不住了 夏金贵不高兴 说香灵没说实话 存心欺骗他 又问香灵 这俩字谁给你起的 是我们姑娘起的 金贵冷笑一声 都说你们姑娘精通文末 冲他起这个名字 就不通 今天我给你改名